好 那么 现在来看第九 杂阿含经会编 那么这个是 就所有杂阿含经的问题 那么做一个总结 总说 说到这部杂阿含经它为什么这么编 杂阿含经 在四部阿含 集成中的地位 全经的部类 等上面都已经说到了 那这个就是从 它怎么传译 谁翻译的 那么里面杂阿含经的内容 那么跟这个摩坦里加 就是它的论 那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里面主要的 内容 修多罗企业记说 它的一个前后 那么这一些 然后跟杂阿含经 跟四阿含的关系 那 杂阿含经 北传的杂阿含跟南传的相应部 它的差别 这些全部都讲了 就是我们对这个杂阿含 比较有一个完整 那么全体的认识 那所以它说 这个从杂阿含经集成中的地位 这个是 它交代的就是说 这个 阿含经里面到底是 因为四部阿含跟杂阿含的关系 它是最初的 先有杂阿含然后再有四阿含 那杂阿含里面先有修多罗 大概就讲这个 叫做阿含集成中的地位 然后全经的部类 上面都说到了 现在要说到杂阿含经 汇编 所有的种种问题 就是我们还没读 还没正式读这一本之前 那么导师先把一些问题 先让大家知道 那么他说 一切实地论 绝则分所绝则的四七经 就是杂阿含经 那我们说 这个最早发现的是旅程 那旅程是 就是金陵客经处 那么 阳仁山底下 我们说阳仁山 就是民国时期 那么 大概就是 清末民初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那么阳仁山底下 主要有两大派影响着我们 就两大 就是 我们可以讲两大派 一个就是太虚大师这一派 一个就是欧阳敬吾这一派 欧阳敬吾底下有旅程 太虚大师底下有运顺导师 那么对佛法的研究 都算是非常厉害的 那旅程最先发现 这个欧阳式地论是 的抉择分是在解释 杂阿涵的 那这个发现是 日本那么多学者在研究 都没有发现 那么 日本人发现是在 大概五十年后 旅程发现 大概四五十年后才发现的 这旅程算是厉害 那 这个是杂阿涵 经文是随机散说的 论意是抉择贯通全经中药的 那论意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摩丹里加 那我们说解释经的叫做论 那解释经的论主要有三种格式 就是类似像我们写的论文格式 有三种 那我们最常见的叫做阿比达摩 另外的就是摩丹里加 还有一种昆乐 那摩丹里加主要是在 讲这个 这部经的大中纲要 就全经的中要 大中纲要 那昆乐比较重在贯通经义 那阿比达摩就重在分别名项 生息 繁密的分息 那重点不太一样 那因为 于且师弟论 偏重在摩丹里加 所以他常常讲摩丹里加 包括于且师弟论的菩萨基 也是摩丹里加 摩丹里加心理就是论的意思 他的翻译是本母 好 那因为于且师弟论 就是在论经的 抉择分就是在论杂阿含金的 那么他的论都叫做摩丹里加 那其实就是跟阿比达摩一样 但是就是 他的重点不一样 那 虽然是这样 但是于且师弟论的摩丹里加 也有阿比达摩的 这样的成分在 就是 他也有反密分析的这一部分 只是他重在大中纲要贯通 全经中要都是大中纲要 好 那么举个例来讲 先举经文 次列论文 这样的经论合编起来 对杂阿含金 意义的理解 应该是一项有利的方便 那么这个汇编指的就是这个 经跟论 汇在一起 然后帮助我们理解 不过我们如果讲阿含金的时候 就经的部分我们选择性的讲 论的部分 经我们详细的讲 但论的部分我们选择性的讲 因为论尤其是玄奘翻的论 它那个名词不容易 而且如果我们要解释这个论 会比解释经更麻烦 那就是本来看经还稍微看得懂 论加进去我们就看不懂了 本来只有百分之二十不懂 把论再加上去变成百分之八十不懂了 会有这种情形 会有这种情形 我们在后面看我们就会知道 就是这个论 因为第一个是也是异者的关系 如果这个是纠摩罗斯翻的 那可能就不一样 一样你看我们北传有三大部论 阿比达摩 大匹菩萨论 于且师弟论 跟什么 大制度论 那么大制度论虽然多 看起来有点深 但是他读起来容易读 比较容易懂 那你如果读于且师弟论 老实说就不容易懂 所以唐太宗 唐太宗那么厉害的人 饱读世书的人 玄奘大师给他看于且师弟论 他也看不到 沾天望海莫测高深 意思就是看不懂 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解释杂涵 我们就挑可以帮助我们的 我们就是也比较容易解释的 因为现在于且师弟论也有很多人在上 那主要是因为像我们说这台湾的佛教 这主要是两大事 就是研究佛法的 主要就是欧阳进武 就是旅程这一系 他们现在还有一些 他们是在家为主的 他们主要研究法相为师这个人 那有很多于且师弟论的这种注解 那我们现在比较有流行 研究于且师弟论 主要是妙境长老 妙境长老他推动 那所以看 因为没讲到讲于且师弟论 所以跟着妙境长老学的 很多人都在讲于且师弟论 那这一部分 但是于且师弟论也有详细的解释 那这一部分如果 我们去找也不容易 也不难找得到它的详细解释 不过于且师弟本身也不好读就是 因为它牵涉到很多这种名相概念 非常多 那我们说这一些其实都是后来的 原来佛法没这么复杂 那么它很多概念也越来越复杂 单单缘起跟无我 就越来越复杂 缘起在佛法里面没有那么复杂 后来开始有所谓的四种缘起 然后大圣又有阿拉野缘起 如来藏缘起 然后法界缘起就多了 所以开始就是慢慢慢慢这些概念 尤其牵涉到六派哲学的东西 它有一些比较属于哲理上的东西 甚至是十四无忌不讲的都拿来讲了 这个可以我们从后期的论书里面可以发现到 那我们就如果讲杂阿喊的时候 如果论是来帮助理解杂阿喊的 但是我们不详细讲 就是我们只挑有帮助我们理解的 我们才讲而已 好 就是讲到那导师是为了便于你对照 因为论就是解释这个经的 但是我们还要记得就是 因为于解释地论它是属于 就是戒贤他们已经是为士 为士 以法相为士为主的 他们已经有第一个是大圣的 第二个是为士的概念 法相为士的概念 因为戒贤 玄奘是跟戒贤学的 戒贤是跟护法学的 戒贤就是跟士卿学的 士卿的最主要的解释者 士卿是跟吴佐学的 吴佐是号称跟弥勒论师学的 其实是这样 这个已经是大圣 而且是大圣里面的为士 它有这些概念存在 那么它就是加入了大圣 大圣的布派 还有声文的布派 那么这一些很复杂的概念在里面 那我们就不用轻色那么复杂 只取它帮我们解读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 所以它这里讲到 它说这样的经论和编起来 对于杂涵经意理的理解 应该是一项有利的方便 因为它里面就是依着这个杂涵来写的 所以关于次第 关于它的解说 因为翻译的名词有些不一样 你会发现到 这个于杰之论里面翻的名词 跟杂涵经翻的名词不一定一样 但是我们对照就会知道 原来可以从于杰之论里面对照 知道原来杂涵经原来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次第或这样的一个名词 这个也是很方便 不然我们就要变成 拿个于杰之论再来对照 就不需要 所以导师是想到后面的研究方便 这个经前面那个论 就把它编在一起 所以它叫做会编 以前的这个叫做合集会编 宋义的术语有些比较晦涩 我们要把这个宋分开 就是这个宋是南北朝的 宋齐良辰的宋 跟宋元明清的照宋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会混在一起 这个宋是南北朝 南朝宋齐良辰 北朝北魏北齐北周 这个时代正是佛法学术研究的时代 所以它是学派的时代 到了经过这个时代 才有唐朝中派的神力 而且这个时代对于各种 翻译过来的居典都很加以研究 所以有很多学派 诚实学派 那么仁浅学派 匹坛学派 非常多学派 那这个是南北朝这个宋 那有些比较晦涩 因为更早期的 那翻译的话 主要就是我们主要翻译是 可以说分三大齐 那么以纠摩罗史为核心 纠摩罗史以前 那么叫做古义 纠摩罗史是旧义 玄奘是新义 就纠摩罗史玄奘 跟纠摩罗史以前 那这个应该算在纠摩罗史以前 谣情 那大概算是比较 也比较早 早了吧 那这个我们看 它说有比较晦涩 如与唐语对比 也会明白得多 那个人翻译也有问题 纠摩罗史的翻译就很好懂 那这个球纳巴托罗的翻译 可能就是 它的中文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 所以可能也只是 它协助翻译的不多 像纠摩罗史翻译 不是它一个人翻 旁边还有很多人 玄奘就更多人了 就是一个翻译通常有很多人 那球纳巴托罗那个时代 可能没有那么多人 所以没有办法翻得那么 完整那么好 所以有些比较晦涩 如果跟唐语对比 唐语就是别语杂阿函 这个来对比 就会明白得多 或是跟 这个 于且世论里面 因为于且世论是玄奘翻的 那玄奘也是唐朝的 来对比就会比较的多 例如经说 我们来看 他导师举个例子 经说如习近 如是细着 如是位 如是凌聚若始受持细着 我所求 我所求育龙存龙不舍 你看这个谁看得懂啊 以前都还没断句 这个就是断句也很难看得懂 那么不容易点断 到底在哪里是 哪里是断 那也不知道 以习近为例的 到底是多少 它基本上是这样 那 灵 灵是一个 聚是一个 若始是一个 受持细着 我所求育存 存龙 存龙是一个 那么不舍 这个 那如果 因为它原来都没有断的 以前没有标准五号 那你写这样 谁看得懂 在写什么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到底 因为没有对照的 你不能 没办法 但是你把于且施地论 它来对照 你就知道了 哦 原来 哪里是一个 哪里是一个 所以到底有多少 如参照论文 就于且施地论的论文 就是 唐义 就是指于且施地论 那么 就明白得多 因为它就有解释 解释这个 解释这个 你就会知道 这是金论会兵的主要意义 这个在哪里呢 这个在 杂涵 二世七经 我看在哪里 两百九十六月 几月 两百九十九 两百零九月 二百零九月 一八二到一九五经 路畜相应 两百零九 好 你看 一八二到一九五经 两百零九月 你看 如是习近 如是细拙 如是味 如是灵聚 若使受辞细拙 我所求欲 存容不舍 一如上说 那么 所以它这里讲 有十五项 那前面的解释 透过这些 余解释 这种解释 可以知道 是这么断句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也不晓得 这个到底是什么 也很难去 去跟它断句 那有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 我们就一文解译 在这个很多解释的 经典里面 你会常常看到这样 很多一文解译的 因为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自己想着 想象着就把它解释 也会有这样的 好 那 这个 再翻回来 在比对汇编中 知道一部分 论译 是抉择中阿寒 常阿寒的 它主要是 杂阿寒 但是也有一部分 论译是抉择中阿寒 常阿寒 一一的加以著名 以便读者去参考 中阿寒等经文 那它 这个并不是说 它原来是 抉择中阿寒 常阿寒 不是 它就是抉择杂阿寒 但是为什么 会跑到中阿寒去呢 我们说过 杂阿寒有一些经文 编到中阿寒 其实是这样 所以它原来是属于杂阿寒的 后来编到中阿寒 或编到 编到常阿寒去了 那论文的抉择契经 论文就是指 与且实际论 抉择契经是先立设受 就先有受 所以在每一段论文出 标出受受 以便对照 设诵就是经名 我们说过 就文端了 抉择契经的论文 共有十四卷 那所抉择的经文 总共有二十二卷 属于五音的 六路处的 杂音的 都是五卷经 四卷论 为十与八之笔 属于道品的 经文有七卷 论文仅有两卷 就是解释道品的比较少 解释前面 五音六处跟杂音送 缘起十地界这些的 那比较多 就一个是五比四 现在是七比二 那么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论义是在运触等说过 就是道品里面有一些需要解释的 在前面都解释过了 他就不重复解释 所以主要是 于解释论在申文帝有说过了 他总共有十七地 那么在申文帝里面也有说过 所以他就不再说 如说 此中安立四念注为初 道之为最后 三十七种普提分法 若略若广 如申文帝应知其向 这个是于解释论里面的 那么所以将申文帝中 有关道品及修 出入习等论文 也引述于复边于中 以便读者了解论语的全貌 意思就是导师 把这个有关的东西 虽然不是抉择分里面的 抉择分就是专门就在抉择这个杂涵的 那么在申文帝里面的 也把它列出来 让你参考 因为他应该解释 因为他前面申文帝有解释过 所以他不再解释了 所以现在把这些也列出来 让你可以参考 现在讲这本杂涵经汇编 所以 他说将申文帝中有关道品 及修出入习念等论文 就是于解释迪论的文字 那么也引述于复编于中 以便读者了解论语的全貌 这样的经论合计约有三十六卷 没有论语的企业与记收 就没有 那么共二十八卷 杂涵经与解释的论文合编 虽然一部分没有论语 以少从多定名为杂涵经论会编 经跟论 论主要是于解释地论 第二个 宋义的杂涵 我们说这个宋是南北朝的宋 分为五十卷 杂涵经有五十卷 经论河边加起来有五十四卷 三十六加二十八嘛 少了一卷 所以是五十三卷 总共了 那么唐以前 我国的经书是卷前一轴一轴的 叫做一卷一卷 因为以前就是一张纸 固定的长度 写完了就换另外一张纸 那这一张纸卷起来 所以叫做一卷一卷 现在我们这种书是一本一本 叫做方册本 这个是一侧一侧 那不一样 那以前是一卷一卷 那这个纸的长度是一样的 那这个一本一本就不一样 厚薄不一样 好 所以分多少卷多少卷 那多少卷不是印度的分法 印度都是分 它一个段落一个段落 叫做一品一品 或是一张一张 一篇一篇 是这样子的 所以极卷跟极篇 几个段落不一样 那所以不是印度经论的就例 分多少卷 因为我们现在是把它分极卷极卷的嘛 那导师是告诉你 这种分法不是印度的分法 完全是中国式的分法 那因为习惯这样分 所以就照这个习惯 我们也分地极卷地极卷 变成是这样了 但是这里其实也没有特别分地极卷 就分这个地极 地极篇地极篇 那么 分多少卷 主要是每卷的字数相间 如一经文的内容 一卷中了不一定成立段落 如有关魔后加设的 有十一经 九经在三十一卷 卷三十一 两经在卷三十二 有关阿难的有十一经 四经在卷二十 七经在二十一 这是分卷所局限 为不可免的情形 本边依印度就例 就是这里不这么分 没有地极卷地极卷 它就是地极部分 地极宋地极宋 那么八重宋 杂阴宋 它不是分卷 它分上中下三侧 因为就没有卷了 不过我们习惯还是分卷 那么这个就分侧 这个叫分侧 分侧也是中国的分法 印度也没这么分 印度就是分几篇几篇 所以导师的杂阴宇 没有分卷 只有分侧 上中下三侧 不过我们现在印的这个 也没有侧 就一侧 就一本 这个杂阴宇绘编 是上中下三侧的 所以它是分法不一样 好 它讲本篇依印度旧历 曰内容来分卷 那么一于且论色四分 杂阴宇是分为三类的 这个能说是弟子所说与如来所说 就寄说 很简单 我们就是修多罗企业寄说 这个是三分教 寄说就有如来所说跟弟子所说 这两个 那是八重宋 也就是有记的企业 所说依色四分 为行则色 处则色 缘起实地界 这个则色 菩提分则色 也就是修多罗的四品 那四品 就很简单 就是运 运处缘起 跟这个道品 这一个分类跟 有部 根本说一句有部 平安也杂志所说相合 那么平安也杂志 里面说到平安也就是戒 绿 五蕴相应者 既以蕴品而为建立 就跟五蕴有关系的 全部放在五蕴这一品 跟六处十八戒相应的 就以处戒品而为建立 那么戒没有特别另一品 那戒有时候跟处放一品 但是在这里戒是跟缘起放一品 其实是这样 它不一样 那若与缘起圣地相应者 既明缘起而为建立 若身文所说者 以身文品处而为建立 若是佛所说者 以佛品处而为建立 这个身文跟佛 就是佛所说 佛弟子所说 若以念处正寝 神族更立 绝道相应者 以圣道而为建立 若经理戒他 戒他就戒头 就寄送 戒他便为建立 神明经理相应阿金 那总共有 这里总共分七品 就运 还有处戒是一品 那缘起 身文 佛 那么圣道跟戒他 总共七品 这个是说一切有不得律 杂事分的 以处戒为一品 是顺于阿比达摩论意的 那因为 阿比达摩就是我们讲 后代的这些论识 它与运处戒 为一类别 运处戒 但是在《诈案经》里面看 不是这样 这个戒是放在缘起里面的 那主要讲五运跟六处 那缘起 或此地戒这些 它不一样 那这个阿比达摩习惯讲 运处戒运处戒 所以他说 这个是顺于阿比达摩论意的 然扎喊 这个相应部的就义 戒应该是跟缘起合为一品 所以导师这里 戒也是跟缘起合为一品 那戒主要是十八戒 跟成是十八戒 那十八戒太复杂了 所以有时候要跟五运六处相对比 所以就能抽出六戒出来 成为运处戒六戒 五运六处六戒就变成这样 那原来的戒主要是指十八戒 就是越来越详细 五运是最简单的 然后六处复杂一点 那十八戒又详细复杂一点 其实是这样 那么弟子所说的既生文品 如来所说的既佛品 与其他相应者 脱落了与其他品而为建立一句 既其他品 七品的分率 与色识分是一致的 上来曾一再说到 扎尔尼相应部 本来都是分为五品 那我们是五瘦 五篇 既说负于修多罗的四品底下 修多罗与既说不同 所以说一切有戏 既说虽负于修多罗 而将弟子所说 也如来所说 从修多罗四品中分别出来 颂义的杂涵 以别利弟子所颂品 杂涵以类籍如来所说为一句 名为佛品 那么既说在说一切有戏中 获略于倔钱 获略于因缘 以道品之间 本篇就是导师这个汇编 以修多罗企业既说的 次第而序列 虽不同古说而始更为合理 他在解释说 他为什么要这么编 那这个我们从前面的这些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从运相应 他主要就是总共 这个杂涵 总共有这个主要的几种 那前面就是五运六处 杂涵送道品送 这个是根本 后面就是八重送 然后弟子所说跟如来所说 放在最后面 这个是运顺导师的编法 他认为这样 看起来是更合理的 但是这种编法跟古说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那其实他怎么编 我们不太会注意这个 我们只注意到他讲了些什么 内容是什么 那何于经典结极的次第 虽然不同古说 但是何于经典结极的次第 如弟子既说 如来既说 所以以解说 波罗言那异品 八重送的既送 既说原是比企业更迟一点的 是修多罗企业既说 这个是次第 我们前面有读过修多罗企业既说 那原来修多罗是最初的 企业是要设受这个修多罗方便记忆的 那么既说是要解释这个企业的 原来是这样 这样的叙述 不至于误会为修多罗的成立 比企业更迟 就是你不会忘记 那么杂含经汇编 这边就依此内容与次第分为七品 再分为五十一相应 那么这里看到 它有解修多罗企业既说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这一本杂含经汇编的次第 就是从五音送 六路处送 杂音送 杂音送 其实有这个缘起十地界 那么这一些 然后道品送 道品送其实包含了三十七道品七类 还有所谓的安纳波纳这种种 所以它有十六相应 然后八众送 弟子所说的位置说 杂含经是极具众多短篇的合成 到底有多少经 那么从前没有人提到过 大政杖编刺为一三六二经 一千三百六十二经 如除去有关阿玉王的三经 那么实在有一千三百五十九经 对于检查饮用是非常适用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 这个杂含第几经第几经 不过导师另外给他编排 所以有时候到底是引流第几经 是以用大政杖的为主 就是以以前编的这个为主 那么赤通蝶部的诵本 相应部古代传说为七千七百六十二修多 你看这个被传的才一千三百多经 它这里有七千七百六十二经 日裔这个是传说 实际上没有那么多 日裔的南传大战经相应部开端 赤沼泽至善的 他说有两千八百七十五经 那么经数凡多以杂案 以相应部去了解 结极的经缘来源不同 文句相同 那这个很简单 比如说你们现在假设有五十个人在听 那么这五十个人参加结集 比如其中有二十个人参加结集 那这二十个人听的记得不一样 那其实是同一天同一场说法 但是因为记得不一样 但是不能确定到底是哪一个 就全部 全部把二十种说 二十个人参加结集 有十二种说法 假设 那就变成 本来是一经就变成十二经 就变成是这样 那这个在阿兰经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或者说什么 或者说什么 那其中只有一两句不一样 他也把它同案变列 其实是这样 所以就变成 一经就变成两经三经 甚至是五经六经 就变成这样 杂安经与相应部都有这种情形 南传北传都有 表示了原始结集的忠实性 就是反正你有讲 我们就把它列出来 因为不能去决定 那么谁说的 因为都是阿罗汉 都是阿罗汉 不能说 我采取你这个阿罗汉说 不采取你这个阿罗汉说 所以通常 那么大家记得不一样 或是佛在这里说 跟詹理说 说的是同一件事 但是用的名词不一样 那也会 我的记忆是这样的 所以就变成很多经 如无常苦无我 那杂安都是说 无常苦空无我 可以别别的说 也可以结合的说 那从第一经就是这样 无常苦空无我 里面内容都一样 只是换无常苦空无我而已 五云六处 六内六处跟六外路处 因缘十一支 那么就是五名 那刑事名是后面的十一支 那么这个念处正情等道病 也是这样 所以同一内容的文句 分别的说起来 经数就不少 就非常多了 第三个迟一点的 佛教进入类籍的阶段 就同类的都放在一起 如这个大正一九五一九六经 佛告诸比丘一切无常 赐说如说一切无常 如是一切苦一切空 慢慢一切磨一切磨事 皆如上两经广说 那是以一切无常两经为例 一切苦也等多 有这样的两经 那这个在后面 也常常会看到 有这种情形 所以他说 烦恼 比如举个例来讲 相应部的处相应 三十三到五十二经 非常相近 烦恼的累积 如大正帐的二零一经 与相应部的六处相应的 五十三到五十九经相当 这个都是以一经为例 与其与同性指的 都这样说而成为更多的经 所以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经 实际上没有 但是就这样加起来 单单 单单 被传的就一千三百多经 就非常多了 那如相应部 无为相应 南传大藏本 作四十四经 其实第一品是修圣念直观 八正道以达无为 那么共十一经 南传的有四十四经 你看 第二品从指观六种三面 三十七道品 共四十五种达无为之道 无为与无为同一内容 如中极无肉道彼案 共三十三 那其实是一同一经 那不同的名词而已 那么一一修四五道 使得一千四百八十五经 这么多经就是这么来的 如第一品的十一经 应该有 共有一千四百九十六经 又如因缘第九 中略品 说如死之劳死 那么劳死是一个 乃就倒行 这总共有十一支 当求大师学 不放异等十二法 南传大藏就作十二经 其实色授明摆的时候 一百三十二经 那是劳死等每一支 都不放异的修十二法 分别说明一一乘以十二 就是一百三十二 中略品第九 在第八品末 不但有第八品的色诵 也有因缘相应八品的总诵 如说佛陀 实立 沙门 婆罗门 可见因缘相应 起初只有八品 中略品是以后附入的 这个我们都稍微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道相应 前四品有四十经 与杂阿罕经相同的很多 四十一经底下 集五品到八品 我一读到的组织 是杂阿罕所没有的 那么他这里举到 就是玉学广说 里面有八经 这我们看一下 也看一下就好了 那么道相应的这一部分 南传大藏 实际上有两百六十六经 这样的组合 如觉知相应 根相应 利相应 都是以道相应为利 而简略学 从横耳相应 起到瀑流品 共五品 约远离医址 与调府玉滩来分别 每一相应约一百一十经 现在在解释 到底有多少经 为什么这么多经 不过看起来有一点点 就是有一点点 就是好像跟我们 也没什么多大关系 但是我们还是这样了解一下 这个其实 就是他是在告诉我们 这个杂阿含经的内容 到底有多少经 那么他说 这个从横耳相应到瀑流品 远离医址 与调府玉滩来分别 每一相应大概一百一十经 念处相应 正情相应 神主相应 敬律相应 这四种相应 大大的简化 所以分五品 却不分远离与调府 每一相应为五十四经 其实都应该如道相应那样广说 那这个其实就是阿比达姆 或是他们在详细说 其实佛陀说法绝对不会这样的 但是他要理解 他已经是 第一个他已经是综合归纳的 佛陀说法不可能造这个次第 不可能造五运六处 这个次第 那么也不可能是这样 每一个都详细那么详细 不可能 但是要让人家理解的 他基本上就归纳理解 他必须要这样 尤其以前是没有书的 以前是没有书的 你这边缩一点 那边缩一点 你听了你就乱了 那你同样的听听听 你才不会乱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 这个都是杂阿罕经没有的 这个是从南传的这一部分来讲 杂阿罕经也有类似的情形 如断之相应 主要为五场 五阴 阴断阴之 阴末 总共有八类 长求大师有六十类 当求大师 阴修四念处 子官十类 那么这样的分别组成 可得一万余金 所以有时候讲多了讲到 阿罕经有一万多金 是这么来的 那实际上没有那么多 实际上没有那么多 那么讲到多 有一万多金 那么这正是相应部所没有的 这是类伎传组 绝非早期集成的形态 大家说也不可能这样集成 那么因部派而所说不同 方法却是一致 互有初期阿比达摩论者 分别类伎组合的特色 杂岸经与相应部的经数的众多 原因就在这里 杂岸经到底有多少经 大阵上编列的 那么据可见的寿宋 虽然梅与经不合 如初诵有十经 大阵上记为六经 如诵说 寿与生极乐 一说六路处 一一十二种 禅定三昧经 寿生乐六路处有四经 一一都有十二种 就有四十八经 但大阵上只记四经 如一经文而计算 确实数目 不但便于检查 对经文类伎组合的一 也能更明白地表示出来 大阵上是日本编的 大阵大藏经 那么本编分为全经 为七宋五十一相应 每一经文 上列在某一相应中的 经数次第 中列全经次第的经数 那么下在刮斧中 编入大阵上所编列的经数 以便查队 所以导师后面都有 有刮斧有编 就第几经 但是有时候我们相对 就稍微看一下 因为它并不是用 原来大阵上的编法 第几经 它是五阴送的第几经 六路处的第几经 杂阴送的第几经 是这样 但是后面也会列出 也会列出 它大阵上所编的 这个经数 来查队 就刮斧里面 我们记得 刮斧里面就是 大阵上编列的经数 就是现在我们查了 大阵上编列的经数 那它全经总共有 一万三千四百一十二经 就非常的多 那么杂寒本是 众多短篇所集成 其实都不长 其实都不长 有时候一两句而已 那有时候多一点 那么每一篇经文 本来都是没有明目的 这跟大圣经不一样 大圣经好几卷 动不动就是好几卷 那么它没有 它就是一卷都不到 那就是一段小文而已 那有些多一点 而且没有经名 但是后来大圣经 一定有经名 而且有好几个经名 比如说像地藏经 地藏本院经 地藏本行经 地藏本寺院经 那就有好几个经名 那么当现存的杂案记中 绝少数有经名的 如第一义控经 有阴有缘 有夫法经 这是相应不守没有的 如法经经 传法轮经 四平法经 大空经 相应不所有经文 所以没有称之为什么经 唯有经名 清净起实至六六法经 六分别六路促经 赤同结部编入中部的 也有经的名称 此外 就是杂阿海里面 有这个经名 那么南传的编入中部 也有经名 此外如 妾独舍御经 师婆修多罗 插谋修多罗 余迪迦修多罗 都是指数以前 所已经有的 就是他在里面讲 过去讲什么 比如说像金刚经 如伐育者 伐育经 那指出来 就有那个不经名 那总之一篇篇的经文 本没有明目 其后 较长或较重要的经文 那么为了引述的编例 便称之为什么经 所以什么经什么经 都是后来的人 为辩于记忆 或辩于说明 就讲什么经什么经 比如说这个 以他的经义 或是他的经名来讲 那么南传大藏经的相应部 似乎每一经都有明 其实明目就是从色诵来 那么编辑的色诵 或取 你看他有几个 这个经名怎么取得 或取收经的地点 如坡陀 或取收者一问者 如阿难 或取法律 如无常 或取经文的辟益 如泡沫 或是法律 或是什么律 那比如说我们讲燃烧经 那是佛在讲 佛在讲燃烧的 一切都在燃烧 所以就叫他燃烧经 那么讲他的内容 那不一定 取的经名是不一样的 那摘取经的一两字代表该经而集为色诵 因为要记嘛 要记 后来就以色诵的那一两个字代表该经而演化为经名 那么如属禅篇或特别著名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杂阿寒经 相应部那样多的经篇 就不免有问题 那如相应部 运相应中 明无常的有七经 那很多都在讲无常啊 那你到底是无常的是哪一经 就不知道 明卫的有六经 明阿难的也有四经 思想在相应部全部中 有多少同名的 这样的经名 必须说 某某相应 某某品 第几经 否则引用经名 不能到底了解是哪一经 那这个在经名也是这样 法名也是这样 所以以前 比如说讲会员 有很多会员 是庐山的会员 还是静寅寺的会员 那如果明不一样 那就没关系 明一样的也非常多 所以要讲地点 那么哪一个寺院的 那么也是类似有这样的问题 以杂阿寒经来说 色诵景存无卷 即使以别一杂阿寒来补充 也不到一半 所以本编 就是导师编的这一本 虽然用相应 以权经的数目 而没有反照相应部那样 列举经的名目 因为这样做 也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相应部是杂阿寒的别部送本 就是不同部的 比对起来有同有义 因为它是同谍部的 同谍部的经典 那杂阿寒是 说一切有部的 所以是不同部的 别部送本 那么有同谍到底相同的很多 有些次第也是前或相见 表示了两本的根源同意 都是上座部底下来的 所以根源都是上座部 这是比对同意的重要部分 大阵仗的杂阿寒 注出于相应部经的相同或相近 并注出于汉义经及巴历仗杂阿寒相当的经济 这是便于对照研究的 就是关于大阵仗有做这样的研究 本编对于义部经济的对同 汉义的有别义杂阿寒 中阿寒 常阿寒 正义阿寒 巴历仗的有相应部 中部 禅部 真知部 小部 至于律论所说及杂阿寒的别品意义一概重略 因为还有很多单行本 还有很多单行本 那这个就不把它归纳在里面 那么本编 就是这个汇编 那么与相应部等对同的 也有与大阵仗所注不一致的 那么大家自己去比对 采取更合理实际的这个名字 第六个 杂阿寒 义宋 元家年间 这个是南北朝的宋 到宋代 这个是赵匡印的那个宋 南北朝的宋是大概在 叫做刘宋 这个是在西元大概436年 那赵匡印的那个宋 因为我们开始印刷术是从宋朝开始的 大藏经是从宋朝 宋朝佛教最大的贡献 就是印大藏经 科印大藏经 那么让这个流传的很广 那么所以 北宋开始有所谓的开宝藏 就是最早印大藏经是北宋 就是赵匡印那个北宋 后来洛阳陷入惊人的 被惊人占领 他逃到南方变成南宋 偏安江南 其实是这样 宋朝的经济是很好的 文学也非常发达 那宋朝最大的贡献 他已经没有翻译的 翻译的经典都没有什么重要性 那也没有什么研究 宋朝的佛学研究也没有什么 那所以宋朝最大的贡献 就是写历史 还有印大藏经 这个是宋朝佛教 那唐朝就不是 唐朝就立宗派研究佛教 那唐朝以前 唐朝也有翻译 唐朝以前多数重在翻译 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 那宋朝派了很多人去印度留学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成就的 那这里讲到都有五百多年 就是南北朝是四百三十六年 这杂罕的翻译 刘宋的求纳巴陀罗 大概是四百三十六年 那北宋开始印大藏经 是九百七十一年开始 所以开宝杖 第一个印出来是到九百八十三年 所以这个减起来就有五百多年 从九百八十三减四百三十六 那这中间隔了五百四十七年 所以导师说已经有五百多年 从杂罕经翻译出来 到杂罕经印出来 基本上隔了五百多年 长期的辗转抄写 这五百多年都是用抄的 都是用抄的 这中间抄了五百多年 那么以致一丝的梁卷 抄来抄去 抄来抄去 抄不见的梁卷 次第有错误 字句当然也不免有额误 如杂罕经的转法人经 各种战本一致说 尊者乔诚乔 知法位 你了解了吗 居灵白佛 以知善事 这是佛对吴比丘 讲 那么第一个就是乔诚乔 乔诚乔就是居灵 同样一个人翻 同样一个人 前面翻乔诚乔 后面翻居灵 会让人家误会是两个人 这乔诚乔与居灵 那么是同样一个人 那么在同一经的上下文中 那么怎么可能 前面一座乔诚乔 后面一座居灵 那么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再笨的翻译者也不会这样翻 那其实就是 可能是抄写者 前面是乔诚乔 但是后面翻成居灵 就写成居灵 其实是这样 那抄来抄去 很多都会抄错 那有些是自相近 有些是自己认为是这样 就习惯性 因为抄经的人 不一定是懂佛法的人 因为以前要做功德 两件事 以前的人要做功德两件事 一个就是请人家抄经 一个就是磕佛像 其实是这样 那抄经的就是 请那个会心 你要做功德 你不一定会抄经 你不一定懂这字 你请人家懂字的抄 就抄 其实是这样 那所以 那有些会写错 我在台北看见一间寺院 那么 他有一幅对联 那很明显是 可能那个磕 你让人家去磕的人 磕错了 他写 洗鸟圣之威 原来是日本试验 我一看就知道是错的 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前面另外一句不知道是什么 后面有一个对联 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什么 这个鸟 写错了 应该是马 洗马圣 马圣比就是我以第一马 洗马圣之威以马 他一定是这样 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我去看就 因为我去都一直看对了 这个字写错 因为很劲啊 你看 那劲操的时候 他去人家给人家操 就磕错了 或是操错 那么经典这一部分也会有 也会有 那 所以 这个 像我去屏东有家寺院 他在达摩底下写 那个 达摩本来是一维渡浆 他写三维渡浆 这个也是操错 这种其实还蛮常见的 所以他说 居灵是汉代的古裔 最早翻做居灵 古代的抄斜者将熟悉用的居灵 代替乔成乳 那又如苦极灭道 古裔做苦喜灭道 其实翻译古裔不太一样 像色色响形式 那个瘦一般都翻做通 出国虚头环 叫做路流 最早翻做沟港 所以 这种翻译是后来 万万才统一的 差别很大 所以古裔叫做苦喜灭道 原来叫苦喜灭道 那么 杂涵经当然是意做苦喜灭道 但 也 偶有做苦喜灭道 这又是以古裔 误入本意 像我们早上讲 有时候讲无我 有时候讲非我 但是无我非我其实是一样的 那有时候你会在 一样的杂涵经里面发现 不同的 艺名 不同的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 快讲完了 那明天 那下次大概就从 阿安经的经文 开始说了 那这个下次再说了 大家合掌回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伯道 愿以职DB 我们的一些 爹 我们的头发 愿以下